小童玩具 小小事 小大小事 粉丝小伙伴给我进来了这么一大小 艾斯奥特曼的武器 据说这里面不全不要钱的那种 小伙伴们 你们赶紧帮我看看 这里面的武器到底全不全呀 咱们现在就来看看 这个艾斯奥特曼究竟都有什么厉害的武器 啊就这了 这是啥武器啊 直接让人家怪兽衣服的都给砍断了 就这 说好的超级武器呢 那么还是看看下一个吧 啊 不是吧 一棵树 确定是艾斯的武器 诶等等 好像确实 在艾斯奥特曼第46集里面 艾斯这只怪兽 达达拉霍斯穿越时空 达了个难舍难分 最后他俩用树之决战 不过还是艾斯的树更强一点 就赢了 但是这个武器总敢在哪里怪怪的 让谁接着开吧 哇塞 你们可千万别小拍这个 这个可是居家旅行必备武器 冷了呢可以当披风 当你遇到危险的时候 又可以拖下来当武器 我反正觉得这个武器有点危险啊 连艾斯奥特曼都被怪兽给顶倒了 主要是放在咱们身上 岂不是要挂掉了 安全第一 所以这个还是先放一边吧 我们进去看 诶一个球 这个不就是一个普通的海洋球嘛 就这 这个球有点厉害呀 不过没准下一个更厉害 咱们接着看 不是吧 艾斯就这点武器 我怎么接着啊 好像还有别的来着 小伙伴们你们知道吗 记得评论区留言告诉我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别忘了点赞和订阅 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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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